我們看到中台杜蘇瑞的路徑又往南修了 估計中心是不會直撲台灣的 不過在這樣路徑狀況之下 在不同的時間點 對於北中南東不同地區 可能帶來不同的影響 到底實際狀況如何 把時間交給氣象主播玄彤 好 我們持續帶大家來關注 這個第五號颱風杜蘇瑞 目前的最新狀況了 那麼在其實在稍早的時候 氣象局就已經針對 在稍早大概八點半的時候 有可能就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那麼也不排除在明天的下半天 就有機會來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那麼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在台灣的東南方海面一帶 大概是距離俄鑾比有910公里 它距離是再度的往裡面來縮了 而一向大概是往西北的方向來前進 那麼同時它的速度會越來越快 每小時12轉18公里 而且風速是已經來到了12級 而它的暴風半徑 你不要看它現在還只有250公里 但是隨著它越靠近台灣 暴風半徑還會在持續的擴大 有機會會來到300 甚或是350公里 也就是等於說 其實全台灣幾乎有1分之1 都在它的暴風圈籠罩範圍裡頭 那麼除此之外 我們還要特別提醒您的 就是在禮拜三 還有禮拜四的時候 相對來說 它是最靠近台灣的時間點 所以到時 這個包含像是東南部地區 以及西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都要留意 這個風勢雨勢都會來得比較強一些 那麼除此之外 除了中央氣象局 還包含像是各個國家的路徑預測 都有提到說 現在它們都有稍稍的收斂 往南偏的情況 那麼其實它們都是通過 像是菲律賓北方海面之後 接著是來到了巴士海峽 通過到中國大陸去 那麼可以看到 雖然它現在是路徑往南修 不像之前從儀花登陸 不會有中央山脈的破壞 但是也有可能會因此而導致 中南部地區的民眾 感受上是會比較明顯一些的 那麼當它如果來到了台灣的 正南方的時候 包含像是北台灣的觀眾朋友 也要留意 因為風勢也會來得比較強一些 有可能會吹起 十級以上的陣風 主播 好 我們剛才特別聽到 宣童的一些提醒 我不會想問 這一次呢 雖然不是直播台灣 但是外圍環流 是不是也還是會帶來一些 蠻驚人的雨勢 好 沒有錯 這個杜蘇瑞颱風呢 真的是來勢洶洶 雖然它不是從儀花的方面來登陸 但是因為少了中央山脈 去破壞它的結構 所以它的外圍環流 還是非常的扎實的 所以影響時間點最靠近的時間 就是在禮拜三 還有禮拜四 那麼首先我們先來看到 在禮拜三的這一天 因為它颱風 這時大概是在台灣的正南邊 所以包含像是整個東半部地區 以及恆春半島 雨勢和風勢都會來得比較明顯一些 再來看到的是在禮拜四 這時颱風是在台灣的西南側 所以包含像是在整個東半部地區之外 中部以南的雨勢也會開始變得越來越明顯 那麼你可以看到在北部地區 雖然雨勢並不是特別的強 但是這時候也要留意 因為這時吹的是東風 所以包含像是在台北盆地 因為地形影響 有機會來到十級風以上 所以民眾出門的時候 還是要小心這高處的墜落物 否則可能會傷到自己的身體 那麼來到了禮拜五的時候呢 這一天風雨雖然看起來是有慢慢減緩的 但是還是要特別提醒您的 是因為這時候颱風 它可能還是在台灣海峽這一帶 所以對於台灣而言 整個西半部地區引進的西南風 還是會對於整個西半部 都會有比較明顯的雨勢 甚至東半部地區呢 也還是會有一些間歇性的震雨 所以提醒民眾在這幾天 最好禮拜三到禮拜五都是不要出門 會是比較保險一些的 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那麼最後要提醒您的是 其實在明天開始呢 風勢就會開始逐漸的增強 所以包含像是整個東半部地區 吹起來的可能都會有三米高以上的浪高 另外像是從整個東半部 包含像是基隆北海岸到恆春半島 都有會長浪發生的機率 民眾要特別留意 而到了禮拜三之後呢 也要特別注意的是 是整個南部地區的風勢雨勢也會變得更加明顯 風浪有機會來到六米高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